完了我也中招了 看到没有账号永久性被分禁了 生死无效 这个坑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再踩了 好吧 好不容易做起来的账号 如果说被分真的就前功尽弃了 你看这周又有721.39万个账号被分 没想到我现在也是其中一员 以前的话都是我笑话别人 没想到现在自己也成了别人的笑话 说实话做了一年的中视频 我发现基本上96%以上的信念 都在不知不觉的踩这个坑 可能你现在的情节还不严重 但是长此以往下期 你可能就会和我一样账号被分了 然后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说做中视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好吧 千万不要等到账号被分的时候才在后悔 那时候可能就晚了 我就是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才有了我今天的结果 然后我大概的统计了下 就是被分的人里面新人至少占了96%以上 可能就是因为对平台这个规则了解不够 然后无意中中招了 所以说今天有缘刷到我这个视频了 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 好吧 有之改之 无之加免 不要像我一样 好吧 那么具体是什么坑呢 为什么他现在分号这么严重呢 尤其是10月底到11月初 这是一个大整个的阶段 一周700多万个账号 也就是说1100多万账号被分了 这是啥概念了 反正我不敢想象了 基本上就在10个人里面了 就有一个人会这么招 这坑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恶创类作品了 新人特别喜欢 总以为素材好找 不用露点拍视频 就可以赚钱了 其实你选择的这铁路 是一条最难走的路 因为中视频了 他用的就是原创 拿别人的素材来加工 不管你加工到何种程度 你也很难逃脱这个 鸡茶系统的这个火眼金金 因为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原创标准 他掌握在这个平台的手上 你在别人的视频上面 不管你如何去从 什么抽钻补针 印镜装装的等等 或者说加素材 加帖子等等 现在都醒目瞳了 好吧 再说了 这个素材你也不是第一个在用 等到你手里面发出去之后 你都不知道已经在平台上 发了多少次了 这样的素材 从2023年开始 平台对于原创这块就抓得越来越严格了 尤其是混检这块 现在小白千万不要去碰 好吧 我这个账号之所以被分了 就是一名混检 别人的素材始终都是别人的 你加工的再复杂 它还是别人拍出来的 像这种赛道比较多 比如说影视剪辑 音乐号 故事号 以及我们现在比较火的短期推广等等 这些个都是需要搬应抄袭的 你看这个图 对于搬应或抄袭违规账号 平台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这次分离了721.39万个 维格账号的这个投稿功能 情节严重的 被永久性的咔嚓了 所以想在平台上赚钱 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原创能力 然后多学习平台的这个规则 不要再一味的进模仿抄袭了 尤其是做中视频的朋友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会问 二三的作品不能做 那你建议做哪块呢 关于这个 我推荐大家做真人出镜的这个赛道 这个原创度高 而且作品拍摄简单 加工也简单 不用像搬应和超级作品那样 寄存抽筋补生印镜 等利用这个复杂的技术手段 耗时费力还不讨好 好吧 既然我们想通过平台来发展 那么我们就得把这个眼光放长眼一点 好吧 一定要选好一个赛道 选择不对 努力白费 选择一对 事半功倍 好吧 如果说你对中视频这块 还有不懂的 你也可以每天下午 两点点击我的头像 来我的直播间 我免费的教你 好了 视频的最后 不要忘记关注刘哥 每天分享更多中视频 变成小技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